7月25号中国军事法院对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 受贿案进行了一审判决认定 郭伯雄犯有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追缴的赃款赃物上缴国库 剥夺上舰军衔 当局在选择建军节之前 来公布郭伯雄案的审理结果 有什么深意呢 我们请香港的资深媒体人何亮亮来为您分析 何先生你好 你好 何先生您如何看待郭伯雄的一审判决 您认为是轻了还是重了 在八一建军节之前判决了郭伯雄 这个时间点或者是郭伯雄的刑刑 我觉得都不出意外 因为我可以说是在预料之中的 所以说判刑轻和重 我觉得也不是重点 也不是一个重点 因为郭伯雄案件很明显 它有一个什么特点 它跟之前的令计划 周永康 薄熙来接线的案件一样 就是它是政治性的罪名 但是它是以经济罪来判的 那么以经济罪来说 现在中国大陆的反腐败运动当中 凡是犯经济罪的 无论是贪污的 受贿的金额有多大 它基本上不会判死刑 或者说不会判立即执行的死刑 最多就是判死刑缓刑 也就是可以留一条深路 而郭伯雄现在 一个我们看到不久前 官方军事检察院指控 他的受贿的金额 其实远远小于原来媒体有报道的 传说中的收受的巨额的贿赂 所以其实最大的问题 不在于他收受贿赂的问题 还是在于政治问题 也就是说 在郭伯雄和徐才厚 共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 他们实际上胡锦涛 已经是完全被排除了 胡锦涛根本无法指挥这些军队 而且在郭伯雄和徐才厚 即将离任的时候 对于2012年 在中共十八大还没有召开的时候 他们已经拟定了一张新的军委的名单 交给新的军委主席习近平 而习近平也就被迫就接受了这张名单 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的中央军委的名单 然后再看到后来这个报道 包括徐才厚和郭伯雄 他们收受贿赂 然后他们卖官 他们卖官的结果就是造成了 中国的军队的高级将领系统 基本上就成为是郭伯雄和徐才厚 他们两个人控制的 那么也就是说 大概他们主要的问题 是这样的一个政治问题 您认为主要是政治问题 还不是经济问题 那郭伯雄呢 他是中共在十八大后 以反腐名义拿下的 富国籍以上的大老虎 他和徐才厚 您刚才提到 他和徐才厚的落马 在中国军队史上 也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当局选择在八一建军之前 来公布郭伯雄案 是不是有什么深刻的 这个实践上的考量 我相信是有啊 就是他这个 刚才我说 他不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经济上当然是有问题了 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 或者说没有哪个大国的军队 有这样的这个大规模的买卖 这个军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只有在中国才有 所以他这个问题 不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他也是一个所谓政治问题 因为按照共产党的逻辑 应该是党指挥枪的 但是如果像在 这个郭伯雄和徐才厚 这个组织军委工作期间 实际上是他们枪在指挥党 或者说枪是不能指挥 党是不能指挥枪的 那么对于现在的习近平来说的 这样一个局面 是他不能容忍的 因为这种局面 如果不改变的话 他这个军委主席 也就是一个 也就是一个虚位 因为他现在这些高级将领 到底有多少是忠于他 还是忠于郭伯雄和徐才厚的呢 所以在八一渐经学之前 公布这样的一个案件 那么给予郭伯雄以一个 反正无期妥协也算是一个 比较重的一个准备 这一辈子他不可能有自由了 他用这样的方式 实际上是要警告那些潜在的 那些就过去 可以说过去向郭伯雄买官的 那些高级将领 好 我们感谢何亮亮先生 在香港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好